随口的一句气话这代价真的很大 最新消息来看新竹 有一名63岁的正姓男子 跟亲友原本预定要搭机 前往越南的胡志明市 但是因为同行的旅客行李过重 航空公司因此要求旅客 必须要支付行李超重费 领队因此跟地勤人员起了争执 结果这带姓男 正姓男子大声的上前回口说了 行李内又不是炸弹 引起了骚动 警方获报了将这名男子给带回 以违反航空法将他动地检署侦办 这下他根本出不了国了 警方也因此呼吁旅客在机场 千万不要说出危害非安等等字眼 以免自己后悔莫及